乐坛教父、殿堂级音乐大师顾家辉先生 1月3日在加拿大与世长池,享年92岁 辉哥的家人在加拿大时间1月21日为他撤灵 桑礼以私人形式进行 获邀出席的都是与辉哥有密切关系的人 包括辉哥三位徒弟钟绍峰、周启生、徐日琴 获辉哥提拔的歌手先道拉和雷安娜 还有著名音乐人劳东尼 桑礼仪式大概一个小时完成 随后辉哥的灵柄移送到墓园安葬 这日辉哥三位徒弟溢起同殷师的往事 都百般滋味在心头 我一开始我认识他 其实我在国泰典场 有时候我是做个音乐座理 让他在这儿做音乐会学习 他们看到我有时候有空在六音室 就有一个山岛坛在那儿 我有空在那儿弹 他经常说你不如适合做六音座理 你不如做助手吧 那时提起 我认识他 那时我给了我第一个印象 有部电影《入楼春梦》 就有说一句音乐格 后来他很有钱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捧他 到他下头就没人踩他 那时辉哥在那儿陪我 我见到他都说 有没有那麽衰的 这些人有没有那麽衰的 可以看到他到人心目中 他觉得没有那麽衰的人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 我们的音乐神费哥 很跳脾 很活泼 他不像我们看到电视上那麽严肃的 平时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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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笑的 讲很多幽默 看电视看到不知流行些什麽 朱古力 那些棍仔料朱古力来吃的 他就会叫我买 他叫我买雪糕给他 买糖给他 吃很多东西 他直接是一个大小孩来的 我对我来说 我直接是一个大恩人 可以说是一条戒指我回去 因为我们各个都是 我是在夜了会弹琴的 他就比较欣赏我的弹法 很喜欢我的弹法 那时候他录音就上了 就是录唱片 就差不多指定要找我弹法 就由这样开始 下来就执着他进去 无线做乐队 当年获辉哥提拔献唱《提笑恩怨》 令仙道拉一曲成名 对于恩施的离世 他依然难掩不舍之情 《提笑恩怨》给我的弹法 我觉得我很幸运 而写到全世界 每一个香港人都知道 我心里想 那么多歌声 你为什么不在我呢 很感恩惠哥 很感恩给我的机会 《提笑恩怨》 这个歌是一个真的很轰动 全世界的广东人 都懂得这首歌 带起我的名字 我真的很感恩 《提笑恩怨怨》 主动感恩 给这首歌大机会 曾经献唱过不少辉哥作品的《雷安娜》 这天除了专程来送别恩施 还分享了他们工作上的相处点滴 其实辉哥他虽然很少说话 但是我觉得他个人一点都不严肃的 因为他对着个人都微微笑 我觉得他很好人 和他工作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在输僚工作 他会告诉你听个feel是怎样的 然后跟着就给很大自由度 我们自己去发挥 所以和他工作很快就完工的 感谢观看